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两期节目中 我曾经预告过王岐山马上要出事 随着经济不断下滑 中国社会开始动荡 过去数月 有关中共高层的各种传言不断 根据最新的传言称 10月7号晚上 王岐山在北京被软禁 遭软禁的还包括王岐山的秘书家人身边工作人员在内 这座消息是爆料人直接发给我的 10月10号刚刚传出王岐山掌管建行时的财务大总管 央行前副行长范一飞被判死缓 王岐山此前的三任大秘均遭到习当局的重判 而此前央视播放的今年中共国庆招待会画面显示 王岐山全程没有笑脸 而且身后有一个彪形大汉紧靠在他身后 一脸严肃的盯着王岐山 看上去就是对王岐山全程监控 招待会入场时 中共高层及元老随习近平入场 多数元老都跟着习近平鼓掌 也唯有王岐山 没有鼓掌 10月11号一则由中国记者保护协会 独立记者调查协会的消息热传 该消息称中共国家副主席 原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7号晚上在北京故宫东门外住宅被软禁 据悉此前王岐山的小舅子 原国务院常务副宗理姚依林的儿子姚庆 两年前被抓 暴露出王岐山和姚依林家族 巨大腐败的冰山衣角 消息还掺杆 王岐山借反腐权势 搜刮财富 数额惊人 其中王岐山和原助理康典 现任秘书周亮 肖肥 董红等等 仅在办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红伟 为原几个常委洗钱案件中 一次收受张红伟700亿的保护费 在军队当中 王岐山利用权力跟腐败高级将领进行交易 瞒报漏报军队 巨额腐败的重要信息 10月10号刚刚传出 王岐山掌管建航时的财务大总管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被判私缓 范一飞曾是王岐山当年掌管建航时的旧部 1994年到1997年 王岐山担任建航行长期间 范一飞掌管建航财务是王岐山的财务总管 此前 王岐山的多名亲信被调查 除范一飞外 王岐山的大秘董红 22年1月被判私缓 24年2月 王的另一任大秘 中国招商银行前行长田慧宇被判私缓 另外 王岐山的密友 中国地产纳亨任志强被判行18年 作为昔日习近平的左膀右臂 王岐山在任中纪委书记时 曾通过反腐打虎 替习近平清除政敌 但随着王岐山的密友救部 被习近平当局拿下 舆论普遍认为 王岐山与习近平的关系出现裂痕 逐渐被边缘化 此前有消息称 2016年7月16号 王岐山对20多个非常知己的旧部坦言 这是大家最后一次见面聚餐了 以后应该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我也老了 没有能力再为大家撑伞党羽 大家各奔天路好自为之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 苏子云曾经表示 王岐山的小派系 当然有贪腐问题 但主要是习近平感到 王岐山对他有巨大威胁 中共的传统就是兔死狗喷 习近平将帮他反腐的王岐山手下一一清算 是以巩固自己的安全为主要目的 值得关注的是 在稍早前的今年十一招待会上 王岐山的表现就非常不正常 海外实评家蔡盛坤先生当时就分析指出 王岐山是习高度集权的主力和帮凶 在他担任中纪委书记的五年内 横扫江泽民和胡锦涛栽培的人马 共有440位省部军级高官因贪腐遭到清洗 包括钟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和苏荣等6位副国级以上的高官 18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被干掉43人 中纪委委员被干掉9人 此外还清洗了8900多名厅级高官 习近平也充分利用王岐山的执行力 在短短五年内就彻底击垮了江泽民、胡锦涛的势力 为习近平修宪连任 造清了一切障碍 习近平修宪的主将除了率先喊出定于一尊的栗战书 就是提出看起意识的王岐山 当修宪面临党内反对声浪 特别是有七个老常委坚决反对 王岐山主动请英去做七常委的工作 拿出他们的贪腐证据和家族财富 来威胁这些老常委 才使得修宪顺利通过 当做完这一切之后 王岐山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被习近平关进了铁笼 直至这次被彻底软禁 即将被抓 我们继续说中国股市 中国股市台花一现的反弹 正摇摇欲坠 11月12号 也就是昨天 中共财长兰福安发布了一系列财政调节措施 利通过扩大发债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补充国资本稳房市和保民生 对习近平当局最新的举债礼包 金融分析人士指出 中共的意图是为了应对金融风险和经济崩盘等结构性挑战 而非额外的景气刺激对策 中国股民和投资者 对财爷的期望过高 而且 当局没有针对经济下行的并根 提出解放 指出台这种印钞措施 是十额本竹梦 根本救不了经济 有分析指出 上周A股之所以没有出现千股跌停 是因为都在炒作 10月12号这场官方发布会 将会释放出2万亿刺激的利好消息 但发布会并没有放出任何实质性的刺激举措 这意味着 上周本应该出现的千股跌停 将会在下周一出现 下周一将会出现股市大跌 中共的财政部一共有一正三副 是四位部长 包括财长兰福安和副财长廖敏等四人 12日向中外媒体发布一系列的财政增量政策 不过在这场长达一个小时 备受期待的发布会中 最关键的字眼就是赤字 举债空间和地方化债 根据兰福安介绍 今年的财政赤字上限是4.06万亿人民币 新增地方专债上限是3.9万亿人民币 分别比去年增加1800亿和1000亿的规模 针对地方化债 在去年2.2万亿的地方债限额基础上 今年又安排1.2万亿的限额 副部长廖敏则说 财政部也将发行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 来刺激需求补充六大国银的一级资本 兰福安总结时还称 仍在研究其他政策工具 且中央财政也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 留下扩大举债礼包的想象空间 中国股市本周连续三日走跌以后 信心受挫的股民原本期望 江八宽松货币政策后 财爷能再出台刺激对策以支撑股市 但是这场发布会并没有提到任何额外的 万亿等级的刺激方案 让不少微博网民痛斥财政部在画大饼 下周五估计可以抄底了 至于为什么是周五呢 因为连叠五天 下周五二次逃顶而不是抄底 和发改委一个德性说了又没说 澳大利亚跨国银行 澳新银行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廷认为 下周一中国股市恐非常失望 穆迪分析经济学家林世顺坦言 今天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任何具体的数字 中国金融学者何江兵分析指出 当局不针对经济下行的病根对症下药 出台这一揽子刺激措施 只能解决资金流动性问题 或刺激股市却无助经济复苏 平台经济游戏产业都一一打到萧条 而且又搞国进民退 这些经济病根不先制 印再多的钞票也救不了中国经济 金融时报的文章写到 外界还低估了习近平的长期战略 和不想重蹈覆辙的意愿 对刺激计划的限制 没有证据表明习近平的长远愿景 所依赖的关键政策发生了转变 因为习近平的战略目标没有改变 他希望将资本从房地产行业 转移到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他认为这是中国未来繁荣和强大的基础 从长远来看 中共的愿景没有改变 即技术和自己自足比增长和利润更重要 下周一一定会出现千股跌停的局面 目前A股已经离10月18号的高点暴跌16% 如果周一暴跌 A股或直接跌破3000点 本轮人造牛市彻底崩盘 新一轮的股灾将会出现 那些杂国卖铁贷款借钱进入股市的韭菜 可能会被全部闷杀 周一或许连卖出的机会都没有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在上一期节目中 提到了中共元老李瑞环 最近非常活跃带头干政 那么今天刚刚又收到北京的爆料消息 消息说开明老领导李瑞环 三中全会以来频频干政 在老领导当中当带头大哥 对现任常委班子公开妄议 呼吁全党重回小平路 强国民先赋 李瑞环此举 获得老同志和部分现任主要领导的赞赏 随令习不悦 但习必须妥协 答应恢复发展经济 李瑞环当年曾令江泽民如梗在喉 毫无办法 胡锦涛更惊李瑞环三分 习近平当然玩不过老鲁班李瑞环 李瑞环的决策以后会越来越吃重 那么爆料消息也提到了习近平和这波股市行情 消息说上海股市这波行情像坐过山车一样十分诡异 对于许多散户来说从梦想到梦碎就在一夜之间 按理说官方的操盘手里面不乏经验丰富的老鬼 但为什么效果这么糟糕 那么实际情况是从9月24号国务院开始放风 他们本想在国庆节后再点火 将行情慢慢热起来 这样行情会走得更远 可以做到明年 或至少做到年底 但是习近平的心血来潮 干脆在国庆节前把行情拉起来 好给75周年献大礼吗 这才有了9月26号深夜的紧急会议 临时改变计划 提前发动行情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中共忽略了行情刚起来 就遇上了一个国庆七天长假 行情发展失去了连续性 而且在这七天当中 境内外的各种资讯充分流动 美欧股市 特别是香港横指走势 透露出各种预判信号 这样市场主力有充分时间 琢磨此次行情的兴致 看清了里面的门道 中共更没有想到 七天长假后 散户门的涌路 向高压阀施定后的井喷 更要命的是 市场主力在节前的暴力拉升 许多股票以涨停板开盘的方式 节节往上扑楼梯 好让散户门在节后井喷的高位接盘 那么致命的一幕就出现了 一边是不要命的散户蜂拥而入 一边是去意语节的主力机构 拼命出货 双方合作上演了史上最为壮烈的一次烟花行情 习近平的浩大喜功将中共策划好的割韭菜大戏给演砸了 这就是中共的命述 中共这次割韭菜割了很多年轻人的韭菜 但是年轻人的自有办法 上一期节目我也讲到了 那么大家看网上的这则帖子说贷款炒股被套牢的零零后 说要这样整顿银行业 这些零零后又跟共产党对着干 怎么对着干呢 第一跟银行借50万 两天亏了10万 那么今天卖了净赚40万 尽管亏了10万 还剩40万 第二许家印都不还 我为啥又还 这40万也不还给银行了 第三我用征信换的钱 为啥又还 第四还钱还什么钱 那是我卖征信的钱 第五银行都是人民的 拿点钱怎么了 第六银行盯着00后利息 00后盯着银行本金相互套路 第七征信影响下一代 我得有下一代才行 貌似我们也不想有下一代 第八他们以为新生韭菜好哥 历史证明 韭菜总有几个时代是变异 反股的 第九00后说的高低都要赚 不是赚股市的钱 就是赚银行的钱 征信算什么 昏不积了 积了孩子也不要了 第十 凭本世界的为什么要还 大家看啊 这个00后 共产党这个韭菜搁不着他们了 他们反而把共产党搁了 这次中共财政部的新闻发布会 还提到了一条消息 引发了青年网友的强烈质疑 中国经济持续下行 青年十月率攀升 10月12号 中共财政部发布一系列经济举策 其中提到啊 中央财政已下发就业补助 667亿元 引发舆论强烈质疑 网友纷纷追问 这667个亿啊 钱都哪去了 当天呢 中共财政部部长蓝福安 在国勤办发布会上称 今年以来 中央财政下达就业补助资金667亿元 支持地方做好高校毕业生 等重点群体就业 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 今年前九个月 全国教育支出超过三万亿元 很快啊 这条消息就被推上热搜网 并引发网友的热议 网友说 能公布资金的去向明细吗 具体砸不住的呢 政府拿着钱呢 下面给机构一部分 自己留一部分 就把这个补贴款呢 套出来了 其实那个培训呢 被培训机构把钱拿走了 667亿就这么随便培训一下 就花完了吗 就业困难的 我们青年人得到了什么 是真的技能培训 还是解决就业环境问题 真的希望啊 这种补助 能够进入到 每个青年人的腰包 千万不要进入 各地的什么劳动系统 一进去就难说了 谁获得了利益 还不清楚吗 钱总是会用在 那些并不需要的人手里 还有人追问 到底谁在领就业补贴 这667个亿 到底发给谁了 我就想知道 这个钱怎么领 谁领到了 补助在哪 怎么没到我手里 我已经失业快一年了 反正在失业中 也没看见过补助 连失业金都申请不下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下滑 青年失业率飙升 数以千万级的大学毕业生 难以找到工作 有些人被迫接受低薪工作 甚至躺平靠父母的养老金过火 烂尾娃一词 今年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流行 官方数字显示 今年7月 青年失业率为17.1% 8月又升高到18.8% 再创新高 一篇墙内自媒体文章写到 网上一博主晒出了城市图书馆的这样一幕 早上8点图书馆就作物虚习了 因为现在有一大批毕业生 他们找不到工作 只能带着电脑水杯充电器 有的还带了午餐电盒 在这里假装上班 假装早出晚归朝九晚五 认真观察一下就能发现 他们所进行的工作 其实就是改简历 刷招聘平台 上网求助及抱怨 这些青年人太可怜了 共产党的这六百多亿到底哪去了 跟这些青年人有关系吗 那么国内的青年人不能就业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线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 为了摆脱经济困境 或中共当局的打压 选择走线穿越危险丛林 从墨西哥偷渡美国 墨西哥内政部的统计数字显示 2019年被拘留的中国非法渔民 只有33个 去年却暴增至1.4万人 今年只是前七个月就超过了1万多人 在过去五年暴增了400多倍 据报道不少中国非法移民通过人设集团 或者当地黑帮安排抵达墨西哥后 再支付500到1000美元不等的费用 偷渡到其他国家 主要目的地是美国 这其中不少人离开中国 为了寻求更多的自由 一位青年人今年从广东出发抵达墨西哥 过去他曾在中国的化工厂工作 为杂志写文章 但他对中国的压抑气氛感到厌恶 他表示感受得到政治的倒退 民主和自由的退缩 这种影响确实让人感到扭曲和恶心 他说生活是非常痛苦的 不过偷渡到美国可谓困难重重 不但要一路步行穿越危险的丛林 还要面对黑帮威胁和墨西哥警方的追捕 加上大部分人不按西班牙文或英文 言语不通 更容易被人蛇集团敲诈甚至绑架 即便改走水路也不见得安全 与美国官方统计 去年在边境截获的非法入境 中国公民超过5.2万人 单纪10月到12月就超过2.3万人 而以往每年只有大约1500人 今年这种趋势依然在持续 看来中国的青年人选择了用脚投票 离开中国脱离中共的统治 欢乐欢节请看视频 一滴一两厘米的地方来割它 千万不要伤及它的根系 这样长大以后我们可以继续来割它 这种躺平的韭菜怎么割呢 首先我们要把它扶起来 然后再来割它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 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